这款叫狐狸的款带 狐狸 好像是蒸汽波波家的 这个铁盒还挺有质感 今天刚从外面回来 汽油降价 七块多一升降成六块多一升 哇 哇 这是什么 那叫什么褶红色吗 是那么毒吗 质地像莫斯里安一样 也有点像安牧西 很醇厚 不掉色吧 为啥我闻这是荔枝糖 或者葡萄水果糖的味道 这个戳声很迷人 他这个名字取得也很吸引人 这个狐狸想必是爱吃中餐 炒了一份 牛血还是羊血 这个质感无敌了 我近期玩到的最棒的一个百娇了 我那个液态炊香米发出去之后 至少有五个人过来问我要链接 我第一次玩一款泥 有这么多人跟我要链接 我这个人笑点比较低级 就是这种原始的屎尿皮啥子 会让我非常的开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发现这种重色系的史莱姆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掉细 有点像指甲油 有点像油漆 它的颜色是非常的重 它的味道呢又是非常的清新 挺会做泥啊 这狐狸口味挺重啊 爱吃红油 所以就是红色 狐狸的款待 爆炒羊血 腊潮猪肝 腹漆肺片 鸭血粉丝汤 起完泡以后 它这个质地没有 刚开始那么惊艳了 你也不错 下期再见 会掉色 你看这是刚才私下防飞贴的印记 有点像去海边 晒伤了之后 扒下自己的衣服 回来之后身上的那个印 在我会把这颗脸的印记 也不错